一早七点,世大运半程马拉松赛正式名枪起跑 沿途有上千位民众拿着小国旗自制加油看板 热情呐喊为选手加油 最后女子组的曹淳玉、尤雅军、陈宇瑞和张芷轩 努力冲刺下获得了女子团体铜牌 为中华队夺下史上第一面半程马拉松奖牌 另外首度纳入比赛的武术 上午在男子长拳项目中 台湾选手蔡泽民拳脚利落 节奏动静分明 以9点42的夹击摘下铜牌 让中华代表团累计总奖牌数 来到了17金、22银、15筒 而今天其他比赛选手部分 桌球混双八强 上午陈思雨、大党廖振廷遇上了法国好手 最后以4比1获胜 顺利闯进4强 而在网球方面 选手们立抗高温、艳阳 上午的女单八强赛张凯珍出战英国选手 第一盘以4比6落后 第二盘目前先为领先 而另外张家姐妹张永然、张浩琴的女双4强赛 则是对上了日本选手 装极深的男单八强赛 以及张永然、谢正鹏的混双八强赛 也值得期待 与球方面 球迷引颈期待的世界球后戴姿颖 今天再度上场 与江美惠、李嘉欣出战女单预赛 另外王子维、许仁豪将出战男子预赛 以及混双预赛也在今天开打 而棒球的5到8名排名赛 今天上午11点 在新庄棒球场进行中华队对墨西哥之战 截至第三局中华队以1比0领先墨西哥 今天若是赢球 明天晚间就能够继续抢第五名 我们也持续为所有的台湾选手加油 京广记者高时期采访报道